那先把這個公式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公式 F3 那這個插在一個 其他都一樣 這個公式跟這個位置不同 這個的話呢 把烤雞變成烤坪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變平均的話 這邊就一樣 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Average 那這個時候第一個 你就把剛剛這個公式複製貼過來 貼到哪裡 貼到第一個number 這個地方 這邊這個 先取消一下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到這邊做那個平均 那複製記得不要等號 複製 取消一下 有沒有要放這裡 再來平均 插入一個Average函數 那我第一個 先把第一個成績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 放第二個成績 差別在哪裡 把這個地方改成G 那你會發現上面有多一個 第三個呢 再貼上 把烤雞改成什麼 烤坪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 這個字改一下 把這個改成烤坪 也跟對照表的部分不同 那位置的話 也不一樣 位置的話是差哪一個 差H3 所以把F3選起來 點一下F3 他就把它蓋過來了 OK 一個 兩個 三個 查完按確定 好 那底下當然 不過 這個缺點是公式特別長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只是說 前面只是階段性的 但一般性工作 會一個格子 你要全部做完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底下 箱下全部填滿 你會發現 自動全部都幫你做完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比試部分 比試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乘上0.3 這個乘上0.7 把它加起來 就會是 比試的結果 最後再把它合計起來 這兩個 這兩個把它合計起來 最後就有個名次了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來看 比試他這邊有提到 比試是 這個成績 所以喔 要不要放這邊 等於 等號 等於這個成績 乘上30% 用0.3來代替 再加上什麼 這個成績 所以點一下他 乘上0.7 做完打勾就可以了 他的成績就出來了 OK 再來合計 合計的話 當然點 這個不用下降填滿 我建議最後再填滿 合計的話是什麼呢 這個成績乘以0.6 這個成績乘以0.4 所以喔 等於什麼 這個成績 再一次 乘上0.6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0.4 打勾 好 那題目裡面有要求 他要把這個成績 什麼 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並且做四捨無路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要四捨無路 特別注意 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那四捨無路 特別注意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 run的函數 在數學裡面 好 词曲 李宗盛